坦貝 可以繼續謙卑地做好這份工作 很感謝我媽媽 遺傳了很多很好的東西給我 每一個在街上見我和我說 喜歡看節目的朋友 謝謝你們 又令人驚訝的賽果 我真不知道今天 真不知道為什麼會獲獎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一直都以為 自己不會獲獎 我沒想過說什麼 不過無論如何 得獎者在頒獎禮結束後 齊齊出席萬千聲揮慶功宴 品嘗美食 好好慶祝自己這一年的努力和付出 今晚劇集跳躍生命線 連奪四個獎 成為最終大贏家 當中馬德忠更加打破 只獲提名的宿命 勇奪士帝寶座 一聽到馬神拿獎 跳躍四指不知多激動 馬神都說這個賽果 是自己事前不敢想像的 很難說的 他一天不是這樣拿著手 你都怎麼敢去想呢 其實有很多想感激的人 太過急趕就感激了 我要感謝我第一部電影 在TV拍母村少林 第一個是張兆輝先生 第二個是歐瑞偉先生 而李佳琛就憑著BB來了 亮眼的演技 演活新手媽媽一角 成為出路事後 早年在劇集 多數演狐狸精角色的阿倪 在演技方面不斷求進步 近年升級做女一 今次榮豐事後 總算是苦盡這麼久 其實我入行都十幾年了 我覺得我之前一直對自己要求太高 例如剛才阿姐最後都說 最重要我一直都忘記多謝我自己 反而要學會多些欣賞自己做得到的事 雖然新美旅行團團圓之一的吳若希 因為病了而缺席頒獎禮 但是一班拍檔都不忙多謝她 Ginny其實這個節目的魔法很厲害 但是她最大的火花今天病了 她好像出診了 希望你快點好回來Ginny 蕭靖南昨晚在頒獎禮道宣布 和黃翠如已經拉近天窗 相當浪漫 阿蕭身口多謝蕭太之餘 兩人仲大方咀咀 甜蜜紙掃爆燈 在場所有藝人都向阿蕭和翠如 送上泡泡和祝福 大家等他們開心之餘 阿蕭亦難掩驚訝的心情 馬國明更猛地追問阿蕭 是否真的結帳婚 現場充滿愛又溫馨 得到這麼多人的愛護 又不得好歸縮 翠如真是好幸福 相信翠如都沒想過 老公會用這個方式公佈喜訊 宣佈完喜訊之後 翠如預報出錄影廠外 仍然驚雲未定 嘗嘗